這個水就會淹過這個高台 對不對 高台之後呢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網子 這個網子很酷喔 下面有個地底供電喔 大家好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今天我們要來錄製 城市版的大雨製水工程 這個禮拜看了我們這身裝扮 就知道又是一個 拍一個非常久的影片了 你有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加入會員呢 這一集呢 看我們這個浩瀚浩大的場景 還有我們這個身後的幾台怪獸 就知道我們這一集要講的是 土木工程 我們要講的是製水 你知道每次當大雨下下來的時候 你家裡會淹水的時候 你要攪誰你知道嗎 政府 不是攪政府 總統 不是不是攪總統 這一集我至少讓我們這些 台灣刁民們知道你要攪誰 你也不要攪下盲隊 你也不是攪警察局 你要攪的是水務局 所以古有雲啊 皇帝唐瑜下商周啊 以前一個最有名的人就是大雨 大雨製水大家聽過吧 大雨製水究竟是什麼製水的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典故的 要不然我們要學chip一下 不是有人說大雨會製水 但是大雨他真的會製水嗎 蛤 現在凌晨了 要再換一個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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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有人說大雨會製水 但大雨他真的會製水嗎 誒 學得很像不太像 但事前的古中國製水是有可能的 但有沒有大雨這個人 還是有爭議在 其實他的爸爸滾 當時是被一個叫順的人派去製水 他的爸爸怎麼製水呢 就是用賭的方式 喔 這邊會淹水 那我就類似疊沙包一樣把它疊起來 這個時候大雨落下 反而累積了一個很大的量 然後衝到民宅下面 造成了更大的災害 於是呢 大雨他的爸爸就被砍頭了 這個順啊 叫大雨就說 歡迎你來製水 大雨看到他爸被砍頭 那個血喔 往那個身上流下來的時候 他發現 喔 原來水是會往低處流的啊 於是呢 大雨啊 他就使用了一個疏導的方式 疏導百川 就這樣子順利的製水了 於是就成為佳化 而這個順呢 他就覺得 你這個人製水有工 我就命你當皇帝 那大雨經過了幾千年之後 那現在還是會水災啊 那現在他媽我的下來就泡水啊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於是 我們身為超人真少年 這個工業頻道 我們就要來讓大家看看 究竟我們要怎麼樣的製水 通常啊 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看到政府單位啊 或者是營造公司 把一個地方圍起來 然後開始不停的挖土的時候 你第一個想法的時候 他們在幹嘛嘛 倒賣沙石 但是呢 這個都是台灣雕的想法 倒賣沙石也不會在這個地方倒 所以今天啊 我們這個拍攝的場地 非常之不容易 我們製作人 跟各方為了疏導百川 拍到這樣子的工程計畫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邊挖一個洞 這個洞要幹嘛 來我們往後看 他那個蹲在那邊大便的那個人 那是我們空拍機的Andy 看過去看回來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特殊的感受 什麼大便 不是啦 再看一次轉過去 特別大嗎 那個人就不用看了 這個地形 斜的 斜的 我跟你講 治水這個原理 其實說難很難 要理解其實也不難 就像是你在浴室洗澡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那個 我們做那個頭醉的塞湖 都會做那個泄水孔 有兩種好師傅跟爛師傅 好師傅就是 當你在沖澡完之後 那個下水康那水水水水水水 润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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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在下水康裡面 然後呢 你的地面 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水 那比較爛的呢 就是明明下水康在這裡 結果你洗完澡之後 你最旁邊還有一灘水 然後或者是呢 你把地板做得超斜 然後你進去浴室裡面都會可能 真正厲害的就是不影響這個地平面 把它流到我們的水管 水管呢 流到外頭 流到大排裡面 順利出去 那台灣呢 其實每年它需要的水量非常多 165一噸 而這些水都去哪邊呢 要嘛流掉 要嘛就是好雨成災 你可以想像一下這樣子好了 你家有個頂樓 當這個頂樓的水很滿的時候 它會直接沖到你的三樓的陽台 當這個大雨落到這個水流川崎的時候 你三樓的陽台的花花草草會怎麼樣呢 就被沖爆 會不會沖不亂七八糟 而且你三樓的陽台還會積水 挖這個池塘呢 就很像是你的水流下來的時候 在三樓的中間 我們先拿一個小臉盆把它接住 就可以讓你的水慢慢慢慢慢慢的流出來 它同時可以浇灌你的花花草草 那各位頻道朋友 我們現在從這邊一路看過去 我們帶你從那邊走好了 我們走那邊看這個長長的一條 應該會比較明顯 你現在很累 蛤 你現在很累 它我不用理到 你現在很累 對啊 其實看現在幾天 你們現在這些熱鍋上的螞蟻 溫室裡的花朵 這樣很熱 中午十二點 因為我們 超丟到耶 不是啦 你看人家工程在忙 第一個公安危險 第二個工地在忙的時候 那個卡車 卡拉卡拉卡 噗噗噗噗噗噗噗 我們收音也不方便 我是為了你們好 走吧 來從這邊 我們先看過去一下 這個T房我們前面挖了一個淺的 中間挖了一個深的 後面挖了一個更深的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是不是 太熱了 聽你這麼說我也感覺有點熱 那我們來帶大家到公務所裡面 去用圖形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你就可以馬上看懂了 Let's go 各位 進到室內是不是感受到涼爽了 那我們就在這個室內好好來跟大家講解 我們在裡面看到那些沙沙土土的 可能我們頻道面前的朋友 看不太出來 我們很貼心的 從公務所幹出的這張圖 你們看到這張圖呢 它上面就是有我們的淺池 然後我們的深池 請問 剛剛拍片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深池B 深池B 很好 當時我們在政府單位 或者是我們的水務局 他們在模擬的時候 怎麼模擬呢 就是在像小畫家一樣畫畫 就像這樣 通常我們會先框出一個簡單的線 那到時候到現場施作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複雜 而且你會找不清楚方向 如果你可以把這張圖 轉變到我們剛剛那張照片的圖的話 那就表示 你有做土木的專長 很好 歡迎大家上班 而其實在我們頻道 常常都會投稿演出 那有的時候呢 真的不小心會講太快會講錯 我們為了避免這件事情在這邊發生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請到了一位 前台大土木系教授 也剛好是史丹佛大學土木的碩士 又剛好 他還是一個康萊爾大學的博士 土木專長 那只是他剛剛好現在在這邊當市長 我們歡迎當市長 老師好 那我們這次就來進行我們這個台大的奇突報告 這次的奇突報告 我準備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直接在桃園地區挖了一個自宏池出來 希望老師可以給我一個很高的分數 那以後有機會 我也可以像老師一樣 跟隨你的腳步 到台大教書 常常我們在遇到大雨的時候 尤其現在的氣候變遷非常的劇烈 當大雨來的時候怎麼辦呢 平常我們就會直接淹到馬路上 那有些地方呢 他以前都很常淹水 但突然過了幾年之後呢 他都不淹水了 那其實這個時候 你要感謝的就是水務局 他們在幹的這些事情 大家可以簡單來看一下這個圖的構造 首先 前面這個地方是打牌 打牌呢 他跟東門溪其實也算是息息相關的 他的水位在這邊的時候表示 還好 這個水量我們還能夠舒緩掉 但是水位如果已經衝到這邊的時候怎麼辦呢 表示上方的水位已經非常大了 我們在中間就會設定一個東西叫做 陸流岩 他就會把多餘的水位流到自宏池 那自宏池的水呢 就會把它分散掉 下面的大排的水一樣繼續下去 上面多出來的水從陸流岩裡面進來 當你水位夠了 或者是水位滿出來了 我們就會把它從暗渠這邊排出去 就是要出流岩 這個時候呢 下方的民眾 他們就不會突然被這個 東門溪這個大雨直接衝上 啪 這樣直接衝到他們家裡面 所以這張圖簡單看起來之後 你各位知道 你買房子應該怎麼買了嗎 買在上游 或者是至少要有制宏池 這樣子才比較不會淹水 制宏池它的用途呢 第一個可以保障你下游的人 就是水不會直接衝到你家門口 或者是直接衝到店家裡面 或者是淹掉你的汽車 或淹到你的摩托車 它同時呢可以保持這個水量 然後在我們旱災的時候呢 去灌溉石油 所以每當風災來臨的時候 或者是颱風來的時候 當這個大雨拼命落下 就像 大雨就要開始不停的下 我的心 我的心已經完全失去方向 你確定鎖定 鎖定 請公佈答案 報告老師 我這是我目前的起訴報告 請問我將起訴報告 可以通過吧 接近滿分 老師那有沒有什麼 我們講不好的地方 需要補充的 皮膏其實是桃園 原來就有的生態 可能早年有好幾千個 所以桃園早年有個名字叫 千皮之香 那現在用這些 皮膏做灌溉的需求 慢慢降低了 因為很多地方都被 都會去取代了 剛剛開頭講得非常好 極端氣候 越來越嚴重 常常這個雨量會大到 旁邊這條東門溪 沒有辦法即時地把它排放掉 所以我們就做這個滯紅池 水量差不多是13萬立方米 大概有差不多65個流泳池 做這個水文觀測的人說 那我們如果以25年一次的 這個暴雨來看的話 最多會到差不多每秒鐘 超過30個立方米 這個時候大人皮 可以吸收掉它這個四層的水量 東門溪在桃園跟新北的交界 這附近有什麼 附近有鷹哥 附近有龜山工業區 這以前呢 都淹過很多次水 講到這邊差不多了 也告一段落了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竟然在睡覺 門要救了 不交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整個躲睡好了 司長不好意思 他整個 司長來 上手啊 司長走了 下課了 走啦 扶你走了 今天喝涼的 好 各位 我們聽完掌官巡視結束之後 我們現在來到外面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解的這個土 實力是長什麼樣子 但是等一下我們會帶大家看一個 超屌的類似地底遺跡的地方 所以各位不要走開 首先我們回到剛剛那樣 水泥已經灌好的那個地方 它就是我們的鹿流岩 也就是我們的鹿水口 鹿水口的水進來了之後 你看水往低促流 所以你用這個平面去看的時候 它會流到哪邊 它就會流到這個下面的生池區 在旁邊有沒有 這板膜已經板到一半 然後裡面鋼筋綁好了 正要灌的那個地方 是我們的那個暗渠 大家想像一下 一個通道是水進來的時候 然後這邊就越來越滿 然後變成一個生態區 如果再滿上來 或者是要抽出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從暗的那個地方 然後再把它流出去 目前這個工程 起初報告 在30% 它前面的這個地方 會做一個魚鱗階梯 到時候應該做起來蠻酷的 魚鱗階梯就可以讓那個大水沖下來的時候 減緩那個沖抓力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好看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說 這邊會是個生態池 生態池裡面就會有什麼 就是有魚有蝦有生態嘛 你如果在我們一般那個水族館 還是看到那個水泵有沒有 不是會把水沖上來 然後讓水這邊會噗噗噗噗噗噗 會噗氣嗎 那它這個做法的噗噗噗噗 也是一樣的 把水抽上來用那個魚鱗階梯 就會很多汽進去 那在水池裡面就不會有優氧化 這個都是一個水地工程的專家 他要在鬧愛裡面先想好這一切的事 想好之後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 跟土木祭司跟著挖土金 一起執行 執行完之後 賺錢同時又是造福人 所以做這種工作其實是基因德的 那我們接下來來帶大家看 完工的地方到底長什麼樣子嗎 那是假的 好啦不知不覺兩三年就做不過去了 我們的志同池已經做好了各位 這樣會太不賴嗎 這樣會太不賴嗎 好我們剛剛跟市長 稍微討論了一下 因為這個剛剛我們派的那個是奇出報告 所以到最後完工的時候 大概是兩三年後了 兩三年後 基本上我不知道我的頻道還在不在 畢竟你知道現在常跟市長拍片的人都容易延上 說不定我們就不見了 那我們就跟市長協調 就說有個地方完成度已經90%了 然後可以一次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感覺到我們剛剛從荒野求生的那個 瘋狂賣屍的地段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來玩的公園 但是它看起來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公園 來請各位看它的玄機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個什麼 水流 煙花是水流 這個小溪有沒有看到旁邊有尺 你知道那尺拿來幹嘛的嗎 涼身高 上面外面不是有幾公分有沒有 所以他就可以跟警察說 有一個人搶劫我們Savie 11 他大概170幾公分 然後所以他逃到那個 有沒有從那邊跑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 跑出來的那個大概是幾公分這樣子 他說回來 等一下老師又生氣了 我們水利工程沒有這麼簡單的 當這個上游的雨水暴漲的時候 以前這個地方它其實都會淹水 所以你會看到兩個特點 攬上來之後旁邊有看兩個監視器 這兩個監視器就是在監視水位 主機的人就會監控水位 所以其實現在都是非常先進的 你在那個監控中心 就可以看到每個地區現在的水位多少 現場狀況怎麼樣 所以你注意看 每次那種颱風天災風災來的時候 都有一些長官有沒有要下鄉視察 然後都爬到那個水裡面有沒有 那代表什麼意思啊 代表間隙壞 絕對不是作秀 你講這個都 這個都完全講不過去 你知道這個土木工程 它的水位只要超過一半的時候 這個水就會淹過這個高台 對不對 高台之後呢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網子 這個網子很酷喔 下面有個地底宮殿喔 真的太唬爛了吧 我說的是真的 等一下我帶你下去看地底宮殿 你現在看起來是個草皮 你以為下面是土壤 但是草皮的下面其實是雨水基磚 這個是日本好久之前就有了 然後我們台灣講了好久好久好久 雨水基磚就是它能夠讓水 然後直接卸下去 變成一個製紅池 所以你看到這個製紅池 沒有這麼簡單 不是就像這個洞而已 那我們帶大家看看 一般人看不到的地下空間 來各位兩兄妹朋友 來個對我幾號 大家床肉雜號 後面的 這個不好意思 學務局的麻煩 我們翻譯一下 我們要去參拜 各位我們剛剛站的位置在那個上面 我們現在已經從這邊走下來 然後因為快完工了 所以還是有一些朋友在吃飯 我看到可能女師傅比較早見一點 那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這個地底的宮殿吧 小雲走喔 人生的十字路口 左邊跟右邊你要前往那邊 左邊 恭喜你選對了 前面有朋友 我們現在在草皮的下面 然後我說的那個 雨水基磚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東西 Korewa的雨水基磚ですね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下面已經有水 而且有小蝌蚪耶 已經有小蝌蚪在裡面有了 地下供電不是只有長這樣子而已 這裡有沒有很適合片場拍片 好不適合片 好不適合片 沒有啊 你要這樣我們跑去 那時候突然會有一個被踩下來 就是你 我們經過了這個長長的隧道 我們要來看到我們的地下供電囉 各位準備好了嗎 很漂亮喔 這是一個工程裡面非常美麗的場景 我們剛剛如果不是這樣子 直接帶著大家路線走下來 你應該很難想像 我們現在就在那個很大的生態公園的正下方 而這個正下方它主要的功能 的工作呢 就是蓄水 也就是制衡 總歸於我們今天在整支片 再講的就是說 我們雨一直慢慢下 無所謂 但最怕的是突然的狂風 即時的震 它落下來的時候 我們的城市無法吸收 所以呢 你把它做這個地下供電之後 裡面的水基本上可以灌溉到 比我還要高的深度 然後呢上面有雨水基磚 雨水基磚上面呢 還有一個像這個很大的碗一樣 去承載這個城市的水量 才不會每次下雨打雨一次 你就換一下家具 雖然這個東西大家可能平常很少見 但是呢其實如果 你今天是想要玩土木工程 那在這集影片想必你就可以 感覺到說了蓋房子啊 或是做建案啊 或是做營造之外啊 其實這個製髓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方法對不對 有魚耶 有看到嗎 你今天如果沒有給我拍到 指示魚跟幾隻蝌蚪 我看你就不用 孔雀魚耶 孔雀魚竟然有孔雀魚 而看到我們這個頻道的朋友 或者是許多工業界的爸爸媽媽 你一定想說 你可不可以帶小朋友來這個地方參觀呢 我告訴你沒有 目前沒有 但是如果各位市民們 看完這一集之後 你會覺得 它真的讓你充滿了不一樣的想像 那你可以留言 或者是你可以到那個水務局 就跟他們講說 我看了超認真上的影片 聽說有個地下公店 我們能不能參觀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讓民眾來參觀 前提是什麼 就是民眾不要刁難工程的人 工程的人把地方做得好 做得好之後 才會有機會讓大家來看 不要每次看到我們做工程的人 就在那邊幹屌 那我們這集就這樣子 如果你有什麼樣相關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支持我們拍攝工業影片 那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超認真上年下禮拜再見了 拜拜 各位攝影班的注意了 拍到青蛙的今天加500 拍到吳郭魚的加1000 有拍到烏賊章魚類的加2000